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苏达州 明尼阿波利斯 一名非裔男子乔治佛罗伊德 遭到白人警察以膝盖压制 进而窒息致死的案件 连日来引发了多起示威抗疫与暴力冲突 除了非洲裔以外 许多不同族裔的民众也都走上街头 抗疫警方暴力执法 今天也就是周五早上 更发生了一起 CNN记者在现场报道时 被明尼苏达州的州警 当场上手铐逮捕的离奇事件 当时警方发现摄影机拍到他们 逮捕一位示威的民众之后 就走向采访组 当时负责报道的非洲裔的记者 拿出了工作证 表示他们正在进行现场连线报道 是CNN的记者 并且也愿意接受警方的安排 到指定的地点去报道 但是警方还是把这名文字记者 以及随行的制作人 还有摄影记者 总够三个人先后戴上手铐带走 而这一切也都被全球的观众当场目睹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 再次不做赘述 而在许多警察与非洲裔冲突的事件当中 虽然警察经常被指责为针对性执法 但是平信而论 很多警察之所以对非洲裔加强检查 的确也是按照经验法则 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问题主要是处在执法人员的自大与无知 以弗洛伊德案件来说 不管他是因为什么罪名被捕 当时他已经被警方完全控制 警察直接把他上手铐带上警车就结束了 完全没有必要用膝盖压住脖子长达七八分钟 显示警察不但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滥用司法赋予的公权力 而且极端的无知 没有想到这样可能会让对方丧命 同时也让自己惹上麻烦 此外现场还有围观民众提醒警察这样会出人命 甚至有人直接就用手机在录影 几位警察却依然顾我 显示出这几个人的自大与傲慢 今天早上周警抓记者 更是把这种自大与无知发挥到了极致 在这我先花一点点时间 说明一下记者采访的程序 美国不像中国大陆或台湾那样 有所谓的中央政府的新闻主管机关 来核发记者证 各地方的媒体如果觉得有需要 在一些特殊状况要进入管制区域采访的话 就要向当地的警察局申请 当地的记者证 好比说就是像这样子的 但即使是有记者的通行证 也要接受现场人员的必要管制 而不会畅行无阻 像我这样的地方媒体工作者 通常事先都会去申请 所在地的警察局核发的记者证 以为不时之需 但由于美国实在太大 因此一些大媒体的记者 反而不见得会去申请各县市的记者证 而会直接拿公司的工作证来证明身份 而一般来讲警方也不会刁难 以这次CNN记者现场传回来的完整过程来看 如果真的要挑毛病 只能说这名记者没有当地警方核发的通行记者证 但是不管是记者报道的内容 或者面对警方时的态度 都完全没有任何妨碍警方执法 或者是挑衅之类的行为 就算警方觉得他们在场有危险 或者说是影响现场的处理 也大可请他们离开 完全没有逮捕的必要 更别说是上手铐了 因此就我个人看来 完全就是因为记者近距离拍到了警察抓人的画面 让他们恼羞成怒 CNN是全球知名的媒体 现场被抓的除了报道的这位文字记者 还包括一位帮忙背着行动通讯网路 转播这个背包器材的制作人 以及扛着摄影机拍摄的摄影记者 这样的采访人力跟器材的规模 明显有别于一般民众 或者像我这样的地方媒体 以及所谓的那些自媒体工作者 但警方仍然大摇大摆的 在现场直播的情况下 把整个采访组上手铐抓走 除了无知跟自大以外 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了 美国社会在表面平等与繁荣之下 存在许多极端对立的问题 城乡差距 贫富差距 种族偏见等等 都是需要长时间来消弭融合的 但这中间最关键的 就是要消除人们心里的自大和无知 才能够让人们在面对事件的时候 以谦卑和包容的心态来学习 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处理 然而不幸的是 现在的美国从总统开始 无数的掌权者都抱持自尊自大的心态 以无知反制的言论挑起民众之间的对立 特别是现在 美国人民已经在疫情的巨大压力之下 达到了临界点 任何类似的事件都可能引爆大规模的冲突 而我们身为少数族裔的华人 也必须要仔细思考 如何借由关心社会议题 适当的表达意见 来改善外界对于华人 自扫门前雪的形象 但与此同时也要小心谨慎 避免被卷入不必要的冲突 而成为社会对立之下的牺牲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